嗨大家 當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呢 我們人怎麼樣 嗨在南非 終於找到了一點這個空檔 可以來跟大家聊一聊 有follow我們IG還有臉書的大家 應該都會知道說 就是我們在2月8號 我們從台灣飛過來了南非 然後開始展開了 大概30天的機車旅行 然後今天呢 是我們這趟旅程的第10天 那 會拍這部影片的原因是因為 這裡的網路 真的是太不穩定了 電力的問題呢 在南非真的是一件非常 算是蠻困擾我們的 我原本想說在IG還有臉書上面 就是在我們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要每天發文 然後發說 今天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這樣讓我在回去台灣剪片的時候呢 可以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了解 可是後來我發現就是 南非這邊啊 他們每天都會停電多久 兩個小時 然後會停幾次 四次 所以基本上每一天 在我眼睛睜開的時候 有八個小時 是沒有電的 後來我就想說 就是我要把我電腦的電啊 相機的電全部用在什麼 用在我們拉檔案 我現在每天在這邊拉檔案 都拉到大概 凌晨一兩點吧 今天這部影片呢 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這次南非行 然後我們的 計劃 我們目前騎到的行程 大概是怎麼樣 其實一開始在從台灣要出發到南非的時候呢 我原本就已經 想說要拍了 可是 那時候出發了之後 我發現真的是 太忙了 我光是整理那個行李 我還有真正的 就整理了三四天 超過 所以基本上真的沒有什麼時間 然後到了這邊之後呢 我們展開了行程 然後每一天也都是 幾乎騎到那種六七點啊 六七點這邊還沒有天黑喔 我們都是從早上六點 然後開始騎吧 一開始啦 時差的問題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比較 比較困擾我的 因為 在一開始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基本上完全睡不著 我大概就是 在 南非這邊的時間的 晚上十二點睡覺 然後三點就起床了 然後三點起床之後 我就開始飛空拍機 然後整理東西 一直搞一些有的沒的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火過來的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沉過來的 反正後來 我們就是弄到了 早上六點之後 我們就開始騎車 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南非 帶我們騎車 這群朋友好了 最主要這次會來南非呢 其實是因為 我有一個朋友 他叫Alan 然後Alan呢 這個人怎麼樣 非常的厲害 他娶了一個什麼 南非老婆 所以 他其實這次來呢 他是來這邊辦婚禮的 就是和他老婆辦婚禮 那現在其實也是他 剛辦完婚禮的兩個禮拜 然後所以他都開玩笑跟我們說 就是 他跟他老婆辦完婚禮之後呢 就跟我們出來度蜜月了 因為他老婆沒有跟我們一起出來騎車 他說他覺得他回去之後呢 很有可能會被殺掉 那除了Alan之外呢 這次 陪伴我們的 還有他的 岳父 Jack Jack呢 是一位 我覺得他是一位 非常熱心的一位 在這邊的長輩啦 像他這次 在我們出發之後呢 就是有他 幫我們開這個保母車 然後幫我們在我們這趟旅程中呢 會用到的物品 像我們把他打包成一個箱子啊 全部把他裝進去 然後就是由Jack幫我們開車 載我們 那領頭的呢 是這個 Jack他的兒子 就是Alan的大舅子 他叫 Furter 那Furter這個人呢 也是一個 我覺得他們都還蠻熱心的 以我從 到這邊已經第10天了 這樣的情況來說 就是 呃 像 這個 Jack呢 他就會 時不時的就會關心我們 Bear? Bear? More beer? 就是問我們要不要喝啤酒啦 然後Furter也是 在我們到的時候 甚至在我們騎乘的時候 他都還會停下來 然後幫我們介紹說 喔 你看這個樹 這個樹就是做 的樹 These big plants They use it to make Tequila Oh Tequila Really Oh 還有一位呢 他叫 Hum Hum呢 在南非語 他叫 叔叔的意思 所以他叫 Hum Druk 其實我那個南非語 我不太會念 反正他就是 DIRK 那個念法 這三個人呢 在我們 從約翰尼士堡出發之後 就開始陪著我們 然後 帶著我 還有真正一起騎車 第10天嘛 那其實我們現在人呢 已經到了花園大道 我們昨天就到了 現在在喬治附近的 Wildness 從這個地方開始 花園大道是南非的一個國家公園 然後 這個國家公園呢 他其實算是有一點像是南非的 觀光聖地那樣的感覺 在我們昨天到了之後呢 其實這個 路上的車呢 就已經變得非常多了 但是今天主要拍這部影片 我不是要講 到了這邊 我是要講在這個禮拜發生的事情 因為實在是有太多 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要從哪裡開始講呢 第一天我們就從 桃園國際機場 搭飛機 然後來到了約翰尼士堡 然後Alan就來接機嘛 接機了之後呢 隔一天 好啦可能我是真的有一點是 雨神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 到了南非之後呢 南非這邊平常幾乎都不太下雨 雖然說現在是他們的雨季 但是我聽他們 在地人說 在南非的雨季 雨也沒有下的那麼大 所以當我們 到了這邊的 第二天的時候 下爆 而且那個爆呢 是 真的是 我覺得 比台灣還要大 雨還要大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那幾天讓我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我們去看了獵豹 獵豹真的是 非常兇的一種動物 然後我們去了那個叫獵豹 好像叫獵豹保育中心吧 那個中心呢 它就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然後 它會把這些 因為我們進去需要付門票 它會把這邊的收入 像是門票的收入啦 買水啊 買一些紀念品啊 這些收入呢 它也會回饋到這些 像是獵豹啊 獵狗啊 斑馬 Buffalo啊 Buffalo就是水牛 水牛啦 什麼之類的 這些動物身上 所以我覺得去那一趟 其實對我來說 印象還蠻深刻 接著在我們看完獵豹隔一天 我們就去KTM取車了 我們這次來南非 我們騎的就是 KTM的890 Adventure R 其實在我剛取到車的時候 我覺得這台車真的是有一點重 因為 它還掛了三箱給我 但是當我實際騎了這8天之後 我們把這8天我們騎了 土路騎的跟公路的占比是一樣多的 我覺得應該是50% 像我在前套車的隔一天呢 我們就騎了700公里的公路 第一天我們就騎了700公里嘛 然後第二天呢 我們就騎了大概400公里的土路 再加一兩百公里的公路 然後第三天 第三天我跟各位說 第三天真的是最硬的一天 因為第三天呢 下了暴雨 下暴雨之外 我們還騎了300多公里 全土路 然後還是 我覺得它那個路段 有幾段路 其實那個石頭也是蠻大殼的 然後 真的很像硬耐力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890ADB這台車啊 在南非真的是非常適合 目前騎到現在第10天了 它整體給我的感覺呢 騎起來很舒服 然後 補油 也很OK 騎到現在完全沒發生什麼狀況 因為很多人其實好像都會有點擔心 就是 還跑來私訊問我說 就是 盧特你騎890 然後 你去南非 不會擔心說什麼 車子壞掉 還是什麼 水箱 什麼 2018年 2017年之後的KTM 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改善蠻多的 很多在嘴的都沒有騎KTM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次我們騎KTM 到目前這個狀況呢 我覺得還是非常OK 非常安穩 像我們剛下飛機 然後在約翰尼斯堡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Benoni 那Benoni我們待了三天之後 我們就開始從Benoni出發 要往花園大道移動 花園大道就是這邊 在騎公路的那一天啊 有一段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為什麼 因為那一段呢 就是 你遠遠的看 烏雲真的非常的厚 然後 你大概也知道在下雨啦 可是我一開始想說 應該沒有下很大 結果一騎進去之後 真的像是騎在泳池上面一樣 那個雨 炸下來超痛 整個 整個雨蛋打下來 我的 騎完之後 我的胸口已經全部都變紅色 然後我的 因為那個 我們戴越野帽嘛 然後那個雨呢 會一直 一直往那個風鏡裡面打 所以呢 怎麼樣 搞的就像在洗澡 還有洗臉一樣 騎完了那一段之後 接下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 全部都是 土路裡面讓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除了這些爛路之外 你可以看到路邊呢 它有非常多的野生動物 有 牛 羊 馬 我們還跟馬呢 怎麼樣一起騎車 我們騎在右邊 馬呢 在我們左邊奔跑 所以我覺得整個 整體給我的感覺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讚 那我們騎了10天了 然後 這10天呢 我們 從 Benoni 然後目前已經來到了這個 花園大道了 在接下來的這 剩下的這20天當中 我們會再從花園大道 往開普敦騎 到了開普敦之後呢 我們會在開普敦再待一個 一個禮拜吧 一個禮拜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往回 再從開普敦騎回 約翰尼斯堡 那來結束我們這趟的旅程了 那今天主要拍這部影片呢 是想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最近到底都在幹嘛 以及為什麼我沒有發文 怕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騎車騎騎騎騎 然後就騎到山谷裡面了 這部影片算是有點像是 預告的部分吧 先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在南非 到底 最近做了什麼事情 發生了什麼事情 騎了什麼東西 之後呢 正式的郵寄 我們會再 回到台灣之後 然後再 發佈 開始剪輯 然後發給大家看 那 還請大家如果你很期待 這次南非影片的話呢 好不好 還請繼續關注我們這個 IG 還有臉書 還有 Youtube 在10天之後呢 我可能還會再拍一個 第二次的預告啦 這段路程我真的騎得非常開心 然後也很感謝這個 Jack Futter Hum 然後還有Alan呢 就是帶領我們這樣騎 不辭辛勞 好不好 真的非常 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最後呢 就是希望我們在接下來的旅程裡面呢 可以騎得平安 騎得順利 好不好 其實偷偷跟大家講 我還有一天 我就是騎到怎麼樣 跟他們全部都分散了 我獨自一個人騎了 200多公里的土路 然後再加上大概 也是100多公里的公路 這段故事呢 等我們到影片裡面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好不好 差不多了 我們就很快的就剪一剪就好了 因為 為什麼 因為這邊 等一下就要停電了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 按讚 訂閱 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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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